把一个佛殿整个开到每一个人的家门口 让每一个人都随时有空就可以来礼佛 来祈愿 2004年到2008年 金刚上司独自一个人 环岛拜佛1100公里 他当时的幸运就是以他拜佛的劳苦 来代替众生宵夜 这一部车从头到尾都是我的上师亲自设计的 连一根钉子 一个帐篷 都是他设计的 把他打造成这个车 就如同一般寺庙的大雄宝殿 因为佛法讲的就是因果 就是宇宙的道理 所以一根钉子一个设计 这个因如果不对 那么果就会差很远 所以每一件事情他都非常的谨慎 我们除了希望用三年的时间在台湾大小城镇 大概300多个城镇 我们就一轮一轮的去祈福 这一部车目前是世界电 我们已经着手想去申请金氏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